一起做超火的BRT三明治吧 有谁知道BRT代表什么吗 中火煎培根加入洋葱醉和蒜末 白醋分泌各一大小 煎至静音剔透 然后做法式吐司 这次我用淡奶油代替牛奶 加点肉桂粉和分泌 吐司稍微浸泡一下就可以煎了 生菜切丝 挤上蛋黄酱 放上西红柿片 就这样叠两层就OK了 怎么做办公室里边最香的三明治 选一块厚切的西人 黑胡椒盐调味后油边炒下 先煎出油 大火每面煎上一分钟 然后底部布上大蒜 转小火 放入百里香和黄油 把龙花的黄油淋在牛排上 烤箱200度五分钟 然后我们另起锅中火 洋葱番茄酱 欧芹 加上一些辣椒仔做个酱 然后再用美乃滋和芥末子酱 再做一个酱 烤好的牛排醒了五分钟 切片和烤好的吐司一起组装起来 放上生菜淋上酱 牛排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多放一点 会比一般的三明治时髦一些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 颜值非常高的网红虾滑芝士三明治 虾仁剁成泥 加一点即时的甜玉米 料酒 白胡椒 一个方向搅拌几斤 吐司这边去边切成四小块 芝士片切成九空格 简单做一个蒜香黄油 接下去就是按照视频的方式来组装 然后进烤箱 我的老粉们都知道 我的视频背景就是我的衣服 今天穿的这件背景花衬衫 就是我在德物路的 可选的潮牌款 说618正好有活动 烤好的三明治一定要趁着吃 超赞 今天我们来做爆火的半熟鸡蛋三明治 要用达到可生式标准的黄天鹅鸡蛋 不含沙门式菌 做糖心蛋才安全 煮开水下入蛋 关上火盖上盖 差不多8分钟后 捞出两个剩下一个 先出来的这两个就是半熟蛋 另外一个留在锅里的 会多待5分钟 之后会变成全熟蛋 把它碾碎调味 做成塔塔酱 最后我们进入组装 吐司塔塔塔酱半熟蛋 包上纸货保鲜膜 反手轻压 把它切成对半 然后你就会发现 蛋黄的颜色和熟度都会非常完美 香嫩可口 非常好吃 日本便利店第一名的鸡蛋三明治怎么做 用各种方法把鸡蛋倒成丁 两勺蛋黄酱 一小勺炼乳 少许黑胡椒拌匀 吐司去边后 涂上红油 用保鲜膜给它定个形 反手压做三明治 对半切开